众所周知,影帝古天乐当过歌手出过唱片,不过却被批评是唱功很烂,感情深硬,虽然也有过非常流行的金曲,包括男朋友和旌旗流行,不过就连古仔自己也放言,不是唱歌的材料,所以开枪唱歌这些可免则免。 但没想到最近两年,随着古天乐拿到香港金像奖影帝和当了香港演艺员协会的会长之后,他突然宣布加盟谢安琪的新唱片计划,并且和对方合唱一首《一个男人,一个女人》和《遇事》,结果还获得《赤寨乐坛流行榜》颁奖里《我最喜爱的男歌手》,之后古天乐又和刘德华合唱电影《扫多二天地对决》的主题曲,证明只要有人气,不行也行。 最近古天乐跟老搭档宣宣合作的新片《犯罪现场》上映,导演冯志强选用了古仔的旧作,向《我这一种男人》制作电影MV。 为何明知短促的爱,已一点动听? 迎戏头跟我有日能固定 将猛火般出生,不够一生尽兴 可必尽许我蠶食你生命 古仔唱得怎么样,大家心里有数 不过这个MV主要不是宣布古天乐重头乐坛 而是透过这部他自己当老板 并且在镜头背后花了很多心思的星座 告诉大家他最真实的人生观 而古仔的话,值得每个人 不论男人或女人,好好借鉴 有些人会问,那么多工作你会不会很累 那样 我在我的世界里面,没有工作才是最累的 其实这个世界有没有牢牢 可能我们那一代的人教我们就是 不怕吃虧,还有多劳多德 我可给你快乐 我觉得最重要是做什么都好 是尊重自己的行业,尊重自己的岗位 做好他 可能未来或者明年到底发生什么事 大家没人估计到 但如果在活动当下都没有珍惜分手 那这个才是最可惜的 实际上的我呢,是一种什么的男人呢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魔方全媒综合